一天踢几百个鸭,踢到手都远了 这种工作真的是辛苦 但是有了一份自己的事业 心里面会更踏实 这些都是我们的新学员亲手来操作的 大家来看一下,标不标准 而且每一位学员在操作的过程都很用心 我想这个就是对美食的一种约碍吧 从选押开始到腌料,风干,每一个细节都要他们经手的 但是在技术的整个环节 我们都会在旁边监督,手把手的教他们 这两位是从温州过来的 今天第一天,但已经是感受到我们整个学习的氛围了 作为卤水的这个料头 姜、葱、蒜这些一定要用油炸起它微黄 这样它的香味才能充分的挥发出来 包括盐济济的汤底也一样 这些虽然是细节,但是很重要 在烤鸭子的时候,因为它的大小不一样 那么成熟度、时间也不同 所以这一步就靠经验了 这些我们都会让每一位学习牢牢的掌握在心里面 从看颜色、看中线、提的手感 一定要让每一位学习掌握好 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鸭子它熟透了以后 鸭皮是鼓起来的 这样吃起来才香脆 就算是放它三五个小时 凉了都没问题 因为整个鸭皮的底面 已经是起有那种小蜂窝 说明已经是氧化了 所以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原因就在这里了 如果是在烤鸡的过程当中 火候不够的话 那么出炉的时候 整个鸭皮就会快速的塌进去 皱巴巴的 再来看一个 刚出炉的效果 整个鸭子就好像一个葫芦一样 整个鸭皮经过了氧化以后 它已经是定型的了 不单只是饱满 而且它的光着是很油亮的 所以我们的客人选择是对的 只要它满意 我们辛苦一点 无所谓 反而很开心 再来看一下后面的这一路 是我们学院亲手烤的 这些不单是配方好 还需要大家用心 才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有喜欢吃鸭腿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 说出你个人的口味 喜欢蘸酸梅酱的 还是原汁原味的 还是五香味的 或者是有想创业 想摆摊的朋友 都可以和我们互动 或者是直接来一条西线 这里除了烤鸭以外 还有卤味原汁鸡 包括烤鸡烧鹅 只要客人喜欢的 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他 每天新鲜出炉的就是 不一样 所谓的色香味俱全 就在这里了 别看他骨头多又少 但是卖起来比烧鸭还要贵 不说不知道 只有开个烧鸭店的朋友 才清楚 这些翅膀 鸭头鸭脚这些 都是纯利用的 一般人我是不会告诉他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